山西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,被誉为华夏文明摇篮,素有中国古代文化博物馆之称,山西之名,因居太行山之西而得名,春秋时期,大部分地区为晋国所有,所以简称,晋,战国初期,韩,赵,为三家分晋,因而又称,三晋,总面积15,67万平方公里。 东有太行山,西有吕梁山,山区面积约占全省总面积的80以上,新州山西面积最大的地级是,面积为25,472平方公里。 古称,秀荣,位于山西省北中部,二,晋阳北路门户,四周环山,地域辽阔,战略地位十分重要,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 抗日战争时期,著名的平行官战役核心,口战役就发生在这里。 建国以后,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,全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目前已形成以煤炭,野机,机械,化工,便利为主体的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。 农业生产也有相当基础,成为全省重要的粮油产区之一。 新州市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人文古郡,英才汇翠,名人辈出,孕育了中国第一位女文学家班结语,佛教净土宗十祖会员,满门中列阳家江,圆取四大家之一百谱。 中国近代正眼看世界的伟大先驱徐济说,元代大诗人萨兜拉,一代文宗原好问,明清启蒙思想家富山,近代历史名人阎锡山等,一大批历史文化名人。 新州市民俗之乡,是山西四大邦子之一北路邦子的发源地。 二人台和走西口的故乡,是八音之乡,中国北方明歌之乡,中国民间绘画之乡,中国民间艺术简纸之乡,和称雄全国交谈的摔跤之乡。 新州旅游景观独特,世界五大佛教圣地之一,位居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。 中国唯一一座汉藏两大教派并存的,佛国。 境内的南禅寺是中国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,佛光寺是中华第一国宝,亚洲第一古建,华北第一高峰北台夜斗峰海拔3061,伊尼,素有华北屋景之称。 不仅是世界文化景观遗产,中国古建筑艺术宝库,中华佛教造像艺术展览馆,更位列中国十大避暑名山之榜首,是享誉全国的清凉盛景。 长城雄观,现存遗址有赵长城,北齐长城,明长城,有全国唯一的宋长城,总长约一千余公里,雄距于长城之上的燕门观。 天头观,明武观是内长城,外三观,平行观是内长城的重要关口,其中燕门观是冲耀无双,酒塞尊崇的,中华第一观。 天头观是明九边重镇之一,内外长城,交汇之地,全市有97处旅游景区景点。 其中有5A级景区1处,已通过5A级技术审查的景区两处,4A级景区7处,有5台山,羽王栋,赵岗关三个国家级森林公园,有5丰山,蓝一,马银海三个省级森林公园,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4处,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47处,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十四项,有国家二级博物馆和边民族馆。